美國前總統川普13日在賓州造勢大會上遭遇槍擊後,認真被疾呼快、戰鬥,這個歷史性畫面竟成為中國電商業者的新商機。 事發二小時後,中國網舊平台淘寶已開始售賣川普遇襲趙鐵述,是三小時內訂單超過二千份。 美國前總統川普13日在賓州發尼亞州的一場集會上遭遇槍擊,又以重彈驚險逃過死劫,引發國際巨大關注。 川普遭槍擊後,美聯社攝影記者武奇拍下他面上大血,右手握拳高舉,向群眾展示不屈精神的照片。 該照片被承讚十分有可能奪下普立之獎,而武奇過去也曾榮獲該獎。 是全球關注川普遇襲事件的同時,不少商家竟藉此做起周邊生意。 不單美國網紅兜售,川普握權戰鬥T,中國淘寶的賣家更是頭一批販售相關產品。 是遇襲事件發生二小時後,就有T恤系淘寶上開賣,並是三小時內獲得二千筆訂單。 與此同時,世界各地的大批商家也趁機靠武奇的照片發大財。 根據《藍話早報》報導,川普是晚上6點15分左右遇襲,美聯社是6點31分發布照片後, 8點40分淘寶上就開始反售第一批川普握權照的T恤。 中國河北省的成衣商李女士告訴《藍話早報》,儘管他們的工廠還沒把T恤做出來, 但一看到槍擊消息後,馬上就是淘寶上架川普握權T恤,並三小時內就狂折二千份來自中國與美國的訂單。 李女士表示,只需要下載圖片後打人,平均每一分鐘就能剷出一件T恤, 所以他根本不擔心出不了貨。他還說,今年美國總統大選,他們只是製作了川普的紀念商品, 因為覺得他贏面更大,而且相關產品是中國也頗受歡迎。 據悉美國市場對於選舉主題的服飾買戲極佳,廣東一間數位印刷廠, 《Scene Flying Digital Printing Production》 的聯合創辦人姚艾倫 稱,他們在加州開設了一間工廠, 每天可以產製三千件T恤,預計下個月還要將產量提高到八千件。 不單是中國,美國都有很多人開始搶造川普遇襲周邊商品生意。 網紅Hot Twins就是X平台上大將旗鼓地宣傳他們的T恤, 這件T恤除了川普遇襲,還寫著快,快,快,戰鬥,戰鬥,戰鬥。 Hot Twins 聲稱,他們會將銷售利潤100%捐給川普競選團隊。 如果是X平台上搜尋,川普T恤,就會看到各式各樣的T恤樣品, 比如川普握權照搭配Can't be killed,殺不死,或者是If you come at the king, you best not miss, 如果你要對國王出手,你最好必失手,等。 路透社7月15日報道都指出,川普遇次事件印發了大量相關商品銷售熱潮。 這地商品以川普中槍後的照片為主,並配上防彈、傳奇永不消亡、射擊使我更強大等標語。 其中印有川普握權高舉,面部帶血照片的T恤是網上最為熱銷,售價從9美元到40美元不等。 一名中國賣家表示,他24小時內在TikTok上賣出了大約40件印有川普形象的T恤。 其實,這次並不是中國賣家首次抓著商機作出迅速反應。 早是2020年川普和現任美國總統拜登,Joe Biden,競爭時,美國,紐約時報,就曾報道, 世界上最大的批發市場,中國小商品成義烏,就大量售賣選舉產品。 一些政治觀察人士還通過非正式的義烏指數,從選舉商品的需求來分析總統候選人的支持率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